我不是车评人 我是介绍你买好车的汽车销售员 我是Paco 包裹 今天的G-g-g-g 是我身边这一台 我爸爸最爱的Toyota 而且这一台车的名字 你再也熟悉不过 这台就是Toyota Vios 引来的最新的面孔 就是全新的2023年Toyota Vios 从第一代到第四代的今天呢 经历了10多年 一直以来,Toyota Vios都是 Toyota里面最好卖的Model之一 那今天呢 我想跟你介绍一下 这辆车第四代最新的Toyota Vios 它有什么特点 首先呢讲车头开始 有没有觉得这台车有一点像 小型的Toyota Camry 或者是Toyota Mark X呢 然后呢 这一个呢 其实就是来着的Toyota的家族设计 微微鼓起的这引擎盖 还有这个夸张 非常大的front grill 还有这一个头灯呢 这将会是Toyota来着的 所有车款的family design 车头呢 有几个地方值得highlight的 第一个就是这一个park 这个地方呢 有没有感觉像有一点点像GR Yaris 然后第二点就是这一组头灯 这个是智能型头灯 然后中间的这个地方呢 就是signal light 旁边这个L型的 它就是它的daytime running light 中间还有这一个它的lens呢 它其实它有auto high beam的 还有最重点的来了 下面这里 这一个air duct 它其实它是functional的哦 其实我很好奇哦 为什么不要把signal灯 放去旁边这一个drl的位置 然后再给它一个流水灯型的那种设计呢 这不是更好看更加make sense吗 或者有没有可能是它的成本的关系呢 欢迎留言 车色方面呢 其实它跟第一代跟第二代是相差很远的 可是它跟第三代呢 是蛮接近的 只是它有一个最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这台车的车底到车尾的部分呢 它是有着一个fast spec的设计 可能你会觉得fast spec的设计 没什么特别 可是呢 在所有的beats admin车款里面 只有toyota vios有这个设计哦 然后先卖的toyota vios呢 它总共有两个款 一个是e spec 一个是g spec 我身旁的这一台呢 它是g spec g spec的话它的rim design是这样子的 dia的尺寸是205 50 17寸 然后只有g spec的才有后面的disk brake 然后好消息是哦 不管你是买e spec或是g spec呢 它都会原装配备这一套body kit 看起来非常的好看 车尾的部分呢 从车镜斜下来的这个地方呢 就很明显的看到 它整个fast spec的设计 非常的好看 非常的sporty 然后呢 这个车尾灯的感觉 我个人认为 有一点像它的对手 你们觉得呢 虽然说跟对手很像的这个尾灯 可是这辆车它有流水型的这个signal light 不错不错 打开行李箱呢 空间非常的大 它足足有475L 然后如果一架大小出远门的话呢 所有大大小小的行李放进去都没有问题 可是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 这台车呢 它没有splay tires 虽然说呢 它还是1.5L的引擎 你可能会觉得跟以前一样没有分别 可是它是2NR VE改良版的引擎 所以这一款引擎呢 它跟上一代的分别就是 它的油耗表现会更加好 然后它动力输出呢 是106PS 138Nm 它的那个扭力 可能你会觉得 没怎么样嘛 还那么小的那个马力跟那个扭力 对不对 可是它整台的车身重量 这样才1000K去加一点点而已 所以呢 这个马力是非常够用的 而变速箱的用的是7-speed的CVT 进入内饰方面呢 很多朋友跟我说 新款的Toyota Vios里面 感觉比较小了 比较窄了 那我觉得 与其说它小了或窄了 不如说它并没有以前那么空档了 因为它所有东西都非常的丰富 而且呢 这个中间的这个sender console 它稍微提升了 然后如果你的手可以触碰它的东西 就是你的steering 还有你的这个gear stick呢 感觉上就蛮像PeroDua的设计 然后这一款它是G-spec G-spec的这个screen就比较大了 它有9寸 我最喜欢的这个部分呢 就是它真的是用stitching的 用stitching 还有这个soft leather的这个感觉 然后我们的这个meter表呢 也跟PeroDua很相像 然后 然后就是这个steering后面呢 如果是G-spec 你会有着一个pedal shifter 然后只有G-spec 它只有这个leather seat 还有这个sender console 也是用leather的 当然还有这个门板 也是用那个leather finishing 然后也是只有G-spec 有这个电子手刹 Certi Peaches 两台车都一样 两款都一样 只是呢 G-spec呢 它配有着一个lankade Auto High Beam 还有的就是ACC 主机呢 它可以支配Apple CarPlay 或Android的多 然后你可以选择你要Bluetooth 或是你要插Cable的方式 然后这台主机呢 如果你是G-spec的话呢 你也有这个360的camera 然后360 camera呢 你可以很清楚 很清晰的看到你的车的四周 无论你是在parking的时候 或者是你要走一些 比较狭窄的路的时候 你也是非常的清楚 可以看到你作为发生的事 好消息就是呢 Fios现在也有ambient light了 不过这一次的ambient light 它有64种颜色 可是都不明显 那为什么那么说呢 因为它的ambient light呢 它不像一般的continental car 它是在dashboard或是在门的 它的ambient light呢 它是在这个前面的小位置 还有这个driver旁边的 这个passenger side的这个位置 还有那个脚的位置而已 然后G-spec的steering呢 它也是有这个ladder wrapping 然后这里有rain sensor Auto Headlight 然后下面这里有一个drive mode 那drive mode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如果呢 你想要更快一点车跑 那个response比较好一点的话呢 你就把它按一次 这里就会出现一个PWR的字样 那如果呢 你要趴比较省油一些的话呢 你就按着hold两秒钟呢 它就会出现一个eco mode的字样 那你的车就变得比较省油一些了 当然power mode 它并没有增加你的马力 它只是给你的那个response 变得比较好一点而已 来到后座方面 虽然fastback的design很帅 可是呢 它就牺牲了这个头部的空间 而我升高180度 我坐进去的话呢 我是贴着头的 是贴着这个顶的地方的 然后比较好的地方就是 它后座还有这个冷气出风口 然后有一个最不好的地方 对我来说呢 就是这个椅背 它是不能折下来的 介绍完了这一台车的设计之后呢 我们不妨去试试看 这台车的驾驶感受吧 据说这台车的设计是DNGA底盘的 那开起来到底会怎样呢 Let's go 好咯我们开始试驾咯 好这里呢 因为这这辆是G-Spec 它有一个电子手刹 你必须要用手去按压它才可以release 或者是呢 你开去D的之后呢 你抬一点油它就把它自动去release了 好我们开始 首先我们在这个闭关的地方那边试试看它的那个 拐弯的那个敏捷度是怎样 其实蛮不错啊 它就是那个回馈的那个力量跟 它steering的感觉其实蛮好的 特意的去失控的话它也很快可以把它拉回来 好我们现在出去大路 那其实这一款车呢 它的handling其实我蛮满意的 它跟平时的Vios真的是很大分别 我觉得它比较像我家的那一台Protua Activa 就是它的那个steering的那个操控感 跟它的那个load的那个feedback的感觉 是非常的像像的 然后就是那种比较高一点的那种bump的话呢 它过得也比较舒服一些 整体来说它就是比之前的 比较多了一份比较premium的感觉 而且也比较舒服的这个handling 然后至于它的这个加速的方面呢 我可以说是比较平平无期吧 比较舒服吧 毕竟这台车它比较主打的是它的油耗方面 然后当然如果你需要临时 你要特别的一些trotter response 就是它的那个油门的反应的话呢 你大概可以按下这个drive的一个按钮 你按了之后呢 它的d旁边就会出现一个pwr的字样 这时候呢 你的油门反应呢 就会变得比较敏捷一些 就是它的反应就会来的比较早一点 当然因为这台车它是5L N 它就不像一般的tubotrust的车呢 这台车比较需要是拉到那个转速比较高一些 你才可以感觉到它的马力会回来的感觉 整体上操控不夸张 它感觉就像开这一台C segment的车 很稳很舒服很好开 那这种小路开过之后呢 那我们试一下开去highway高速的时候 它是什么表现 因为我蛮喜欢这台车的一个东西就是 它是无线的Apple CarPlay 所以现在就是我已经借了我的iPhone 然后我就可以看到我的这个Map 它是跟我的电话是同步 所以我就不需要拿我电话出来看或什么东西的 就任何东西就可以反射在这个monitor里面 都开着比较安全一些 这台车因为它是7-speed的一个CVT 所以呢 它并不会给你一种那种换挡那种刺激感 反而它是比较是平顺的那种感觉 这种无级变速箱的好处呢 就是你换挡的时候没有动挫感 然后舒服 然后省油 然后不好的地方就是呢 你可能会在你需要它给你那个临时的那一个 扭力的时候呢 它可能做不到 它可能要比较长一点的时间 才可以给你那个扭力 Suspension方面呢 它会比较偏软一些 那也因为这台是一个家用的Bsegment车 所以呢 舒适还是它比较concent的一个东西 所以可能你会觉得1.5公升的引擎 没有turbo charge 会不会没有力 其实呢 如果你是讲pick up的话呢 可能会比较迟钝一些 可是当你走顺了之后呢 这台车是蛮快的 那就算我在60公里的时速进弯 我没有踩brake的情况 那情况之下它也很稳 它就不会有太多的body roll 这个就是其实这台车 这是Toyota Vios的最新的对世代 跟以往的不同的就是它的底盘的设计 所以现在开始的Toyota呢 它比较是注重的是它的操控 跟它的性能表现的 其实哦 这是我第一次开这台Toyota Vios 然后之前的那一款呢 我也是开过可能一两次 可能是朋友的车这样子 我只可以说呢 以前的Toyota Vios跟现在呢 我觉得它的设计理念 都有一点不一样的 以前的呢 它们比较注重的是 价钱便宜 然后要舒服 然后要耐用嘛 可是来到现在 2023年的这一款Toyota Vios 它开始注重在大家都在讲着的 那种操控的那种感受 那种驾驶乐趣 就是说 哎 Toyota Vios呢 Vios也开始进入这一个话题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一个东西 就是至少 至少它是与时并进的 这不是还归现在之前的那个年代 就是它要 我要的可能就是 符合那个市场的需求来做一台车 或者是我只要便宜 我就要好卖做的一台车 我现在不是我 这台Vios 如果你有机会你去试驾的话呢 你真的是会跌破眼镜 这台Vios真的很不一样 它的操控的性能 真的是up up 经过刚才的试驾呢 我觉得这一台跟上一代的驾驶感觉呢 好太多了 然后呢这一台是G spec 售价为9万5 Compare来说 它的E spec的话就是8万9 两者相差分别是5000多块 可是呢大多数的人都会选择G spec 可能你会说 9万5还有很多选择啊 我可以选择这个或选择那一个 可是相信我 到最后呢这台车还会是同级里面 最好卖的一台 原因只有一个 因为它是Toyota 没有什么特性 就是它最大的特性 以上就是我的影片的所有内容 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呢 记得按赞分享跟订阅哦 谢谢各位